大家好,昨天就有花药私信 好不容易把自家的蝴蝶兰已经养出了花苞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逐渐的一点点出现发黄掉落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首先我们先了解蝴蝶兰喜欢温暖室温的环境生长 虽然在夏季温度够了 但是呢,如果相对湿度不够的话 也导致这些花苞容易出现发黄干扁掉落 那么像这种问题呢,我们要如何解决呢 继续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保紧好空气吸度才有利于这个花苞生长 那么我们可以向这个周边给它喷洒水物 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往这个花苞喷洒 也不要往这个花朵喷洒 只要往周边喷洒就可以了 像我这些呢,就是每次无论是浇水还是喷雾 都会给它带上一点这种烟药和盐液 它不是肥,是一种菌剂 有效活金一毫升有十亿 这样呢,就可以增加盆土的有益微生物 使这个根系更好的生长 而且也可以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继续更多的光合产物会流到植株 让这个临近长得更加粗壮 那么输送的养分就多了 这个花苞呢,才会生长庞大提高抵抗率 还有抗病能力 7天使用一次在室内开着空调房养护的话 温度过低也是容易引起这个花苞出现掉落的现象 所以呢,在室内的话 我们的温度一定要保持15度以上 才适宜无点难生长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